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8日 已經是星期三 美國媒體 剛剛今天報導 英國國會一個委員會 公佈了23頁的報告 批評香港的匯豐銀行 不單止限制一些 移民來英國的港人領取他們的存款 甚至乎 在強積金方面多了 匯豐回應 他說他們尊重人權 並好像所有銀行一樣 必須遵守經營地區法律 和監管機構的指示 報告這麼說 匯豐協助中國政府 在經濟上 孤立離開香港的香港人 以英國政府發出的入境文件 不充分為理由 拒絕客戶 拿回他們的強積金 英國自由民主黨下議院的議員 卡麥克爾 表示 事件不只是關乎法律 更是 人基本的權利問題 以及 有權使用財產 個人基本權利有關 他指責匯豐的做法 對離開香港人士造成真正的困難 英國在21年1月31日正式 開放BNO簽證計劃 令到合資格的香港人可以用BNO申請 來英國定居 至今已經有15萬香港人申請了 現在 終於到了英國的國會 自由民主黨在英國國會 當然自由民主黨在英國國會 其實力也沒甚麼 不過我們希望這件事 可以 令到工黨 以及保守黨議員 都一起加入 參與 這件事其實就要發揮 香港人的力量 以往我們曾經提出過 要打官司 要告匯豐銀行 不過 始終叫做曲高和寡 每個人都說支持你 你去做吧 那麼我們怎麼做呢 我一個人去入稟 這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 現在香港人的力量在英國 其實十分之分散 也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做這件事 我們也是在等人做的 難道你叫我帶頭去做嗎 我一個人入稟嗎 可能有兩個的 我跟Johnny 兩個人去入稟 那麼究竟結果是怎樣呢 最終結果 人家說你不是兩個人 是不是 有多少人來加入呢 沒有的 所以 說 就是天下無敵啦 但當然沒有人肯做 難道我們已經有很多東西揹在身 又要我們帶頭去做嗎 你有沒有其他人做的 如果有其他人做 我們去加入 去支持 去推動 這件事 我覺得 成功的機會就會大一點 現在 由英國最武力的黨的自由民主黨 提出這件事 好過沒有 我覺得如果香港人真的有 真的想要 盡快拿回強積金 其實 應該 利用這裏的 民主制度 寫信給你當區的 MP 用這個政治的壓力 用這個政黨的壓力 用一個選舉的壓力 令到他關注這件事 當一個MP收到 他可能會覺得是一個人而已 但是如果你一個MP收到100封信 500封信 1000封信 其實1000封信很難的 你們不要以為 一個人要寫一封信 你要找1000人寫一封信 我可以告訴大家 英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力量 畢竟 英國人 你也知道了 相對於保守 如果真的收到信 他們一定要做事 民主社會嘛 我建議大家怎麼做呢 其實應該是各自寫信給你們的MP 很關注這個問題 尤其是 匯豐銀行為首的 銀行 打擊香港人不為餘力 他們基本上是侵吞香港人的財產 這些是財產來的 現在香港政府 他說那個文件不承認 不承認這個BNO 那麼你是不是要打國際官司呢 我覺得英國政府 是要做事 當然英國政府 要他做事 你也要給力量 你不給力量 你不給子彈 英國政府憑甚麼跟中共爭論呢 英國政府如果收到 很多人 很多千人 很多萬人 甚至乎15萬人裏面有10萬人 要求 我們 英國政府為我們出頭 你如果不承認BNO這個 你成不承認英國政府呢 英國政府發出來的文件 你也不承認 那麼你到底成不承認英國政府的存在呢 那麼是不是 英國政府驅逐中國大使 甚至乎跟中國斷交才可以 行使英國政府的證明呢 當然英國政府就不會去到斷交的 不過說到 上升到這個外交的層面 可能有一點點力 到時就要控告 我覺得 可以利用這邊 入品 當然要香港人一起做 這些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事 就要集體控告香港政府 香港的金管局 職金局 連連匯豐銀行 在英國 到時如果在英國 真的要打贏官司的話 扣押匯豐銀行在英國的資產也好 等你賠 你欠10萬香港人的強積金 就在你這裏拍賣你的資產來賠 我相信 一定夠賠的 你放心 必定夠 到時 看看匯豐他怎麼做 我覺得這件事要搞就一定敢搞 如果不是 你說搞你去做 我去做 我一個人寫封信有甚麼用 這些事情要所有人一起做 只是我們帶頭也沒有用 甚麼都是我 不用我做 我一個人去搞定殺水 基本上 大家就沒有一個 合作 也沒有一個團結性 你們香港人 原來講你講你只是一個人 不是的 我們要告訴人家 香港人團結的 你們每個人都要做 我相信 這個是 第一步來的 即使 不是一個大黨提出 但是 有 國會議員 去做這件事 其實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 全世界 民主政府都是要看民意的 因為民意就有選舉壓力 大家來到英國就要充分利用英國 民主政府的優點 去行使你的公民權利 我覺得 大家都應該做多一點事 因為這些事不是只有我 只是我強積金有錢 大家都有 只要拿得 這個 強積金 或者 你不要說 跟英國 跟中國政府斷交 你直接給壓力 香港政府 你首先是否承認 不承認就是聯合國告他 英國政府發出來的文件 你也可以不承認嗎 你也可以不承認嗎 那就去聯合國告他 就去聯合國告他 我覺得一定要拉英國人下水了 你要找國家幫忙 只是靠香港力量 其實也是不夠 我覺得 我們香港人要全面一起 我們香港人要全面一起 號召所有香港人一起出來做 而且還要 給壓力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出面了 我們成功的機會就大一點 如果不是呢 我覺得也是只有吵架 始終 中共一向都不理會英國政府 指控了他很多次 說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中共根本一點也不在乎 直接告訴你 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是歷史文件來的 既然說了這句話 你就要 再給壓力了 因為我們的壓力 不只是強積金 強積金可能是第一步 下一步 我們就要再給壓力 我們甚至乎 我們會搞香港議會 我們就希望可能來一次公投 給香港人 海外的香港人 在英國 加拿大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投一次票 我們香港根本就應該 有一次自決權 而不是 由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兩個桌底談判 這樣就把我們的前途斷送 既然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 過時的文件 我們重新來過 是不是 這樣我覺得 可能是對大家 最有鼓舞作用 而且 這樣做 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這節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真的要做事再起行了 不要只靠我們 因為我們的力量 其實是相對 是很微薄的 我們有個帶頭作用 但是 真正有人做 才能繼續下去 這節先說了那麼多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